主席 主席 我們可不可以請石主委 石主委 主委 主委 首先要請教 因為現在據媒體的報導 我們4G的吃到飽 可能會在今年度被 業者會來取消 我不知道NCC 基於一個主管機關的立場 對這樣的事情有沒有什麼看法 或什麼樣的措施 當然我們這樣講的時候是站在一個 保護消費者 這樣的一個立場來看的話 NCC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樣具體的做法 因為這 還沒有發生所以 具體的做法是確實還沒有 那對於這件事情呢 主委我看起來 看起來這樣從 媒體報章雜誌這樣看起來的報導 是好像是 它被取消的機率很高 那站在NCC的立場 這雖然還沒有發生 所以我們當然在這裡要來請教主委 如果 兩個觀點 第一個如果NCC主管機關的立場 認為這個是完全交給市場機制 來決定 對消費者也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那當然就認為它發生 也不用什麼具體措施 這是兩個論點 第二個是我們認為在台灣 畢竟4G 就通信業者還是屬於非常寡讚的 這樣一個商業行為 那消費者坦白講他們沒有個人的力量 可以去跟電信業者做討價還價的 這樣的能力 那NCC站在保護消費者的立場 站在讓我們台灣的通訊 自由更加的自由這樣的立場的話 那總是雖然還沒有發生 但是如果要有一個防範勝於未然 我的立場 不知道NCC 你勝於NCC 這個通傳會最高的行政首長 你對這件事情上你取的態度是什麼 當然你在這裡也可以跟我說 你認為這個不會影響消費者 然後基於市場自由經濟的這樣的考慮 所以你認為OK 這個是很立場 我也是表示尊重 那如果你是我講你是第二個立場的話 那我現在就是要請教你 那認為既然會對消費者會有衝擊 對我們這個通訊自由會有衝擊的話 那我們現在即便還沒有發生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請教NCC 主委 你有什麼樣的初步的想法沒有 剛才我報告幾件事情 第一個行動通信是高度競爭市場 雖然供應廠商不多 也是在三月初在巴塞隆納得的訊息 大部分大的市場都是三家到四家業者 台灣目前是五家到六家的四級業者 所以我們的一個市場集中度 並不比其他主要國家來的高 第二個是關於吃到飽要不要取消這些事情 NCC基本立場確實是尊重市場機制 但是有關於消費者保護的要考量的面向 不是只有價格 它還有其他的面向 包含比如說資訊是不是夠透明的 消費者是選到他要選的 那消費者的消費量呢 是不是像業者所主張的有這麼多 它實際消費量是多少 那消費者要根據他自己的量 去選到最適合的那個服務行程 主委你現在這段回答本來就非常的贊同 你剛剛講你在站在 當然我們不否認這裡面 當然它有它自由經濟的一部分 這我們不否認 不過即便我們的集中 都不像外國這麼集中 我們要五到六家 但是我們還是不可否認 坦白講個別的消費者 不要說個別的消費者 包括你組成一個團體 都很難跟這些業者來討價還價 那我們現在NCC扮演的 就是這樣一個立場 你剛剛講得對 資訊夠不夠透明 坦白多數的人 我現在到99%的人 去申請這個要申請門號的時候 要去決定合約的時候 沒有一個真正看得懂的 沒有一個真正看得懂說 它到底下載速度多少 容量多少 沒有一個真正會花那麼多功夫 去讀的 所以我們現在它到底 跟我們承諾我們 你兩千多塊的費率 吃到飽的費率 你大概可以下載多少等等 我們實在我們也無從得知 所以我們在資訊 這麼樣子不夠公開透明的狀況之下 我們如果讓任由市場經濟區做決定 要不要取消這樣的吃到飽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對消費者 怎麼樣是一種剝奪 但是我們又很無奈就是消費者 他沒有個別的能力 如果我們假設 將來是全部的電信業者 全部取消吃到飽的時候 那業者它根本無從 消費者它根本無能為力啊 所以我們站在NCC的立場 當你從契約的觀點 你從當初他們 來得標這個契約的觀點 從行政主管 機關用行政手段 等等各種方法 如果我們確認此時此刻 取消吃到飽是不好的方法 對消費者來講不好的方法 即便它沒有發生 我們應該要來防止 這樣的事情發生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即便要取消吃到飽 但是我們有另外其他的配套的措施 比如說對特別個別它下載的量 比較大的人 我們是不是有消費者 那當然使用者付費 我們家也要怎麼樣去規範 那我們交給業者來做一個決定 我認為這個雖然它裡面 有它的複雜度 但是NCC要負起這個責任 各位 確實超速限量這件事情 是可以在服務器 因為一開始就很清楚地去說明的 因為它顯然不是一般消費者 它顯然用途有很特別 因為我們了解到甚至有些個案 如果有人知道那個數據的話 它用到超過一個Terra 不是幾G的 是1000G以上 那顯然不是一般的消費者 如果他把大部分人 在同一個細胞裡面 要用的傳輸量都用掉的話 那表示同一個細胞的 其他消費者用的量非常少 我知道如果說有一個人 他的量特別大的時候 他會吃掉別人要上網的那個空間 這個我贊成 這個我贊成 所以我說這裡面當然 它的複雜程度沒有辦法 那用同一個標準來處理全部的 所以NCC 主委你可不可以 因為這件事情還沒有 取消吃到飽這件事情 還沒有真正的被 弱死被實行 那NCC 你可不可以 主委這邊可以做一個承諾 在盡快的時間裡面 你跟業者 要來商討這件事情 還有你們NCC 也要提出一個方案 來供業者 大家一起來協商 看有沒有一個比較 比較一個對雙方都可以 都可以的接受的方法 我說雙方是包括消費者 文說到的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其實消費者要的是安心消費 對 他不一定是小氣 他要的是安心消費 他不想看到帳單的時候 他傻眼了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要好好處理 吃到飽不是唯一的方案 對 你現在取到吃到飽 我們沒有辦法無從去評估 比如說我們常 你每天在他依賴網路很依賴度很深 那到底我現在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取到吃到飽 比如說我一個 我到今天 月初到今天 我到底上網速度 要被收多少錢我不知道 那搞不好 我月底接到帳單的時候 要六七千塊 說不定 我說筆圖帳 那對業者 對消費者來講 完全是一種突襲 而且他跟從無從 如果說我可以預測 比如我已經消費到900塊 那我就不要 我就節制 或者我就接下來 我就把行動網路給關掉 但是我們現在 目前沒有這樣的 有 如果現在契約量 快要用滿的時候 確實 我們都會要求業者 一定要通知消費者 最低下線簡訊 一定有通知 主委 我想接下來的 盡快的 剛剛我所提的 我們剛剛你講的 我們有很多種狀況 可能會發生 那針對業者 可能會取消吃到飽 這件事情 那NCE在於 鑽在主管機關的立場 我們是不是能夠盡快 跟業者來做 做一個協商 好不好 我們會要 在消費者保護上面 業者要多盡力 甚至他可以提出替代的 少用量低價的方案 對 我認為就是 NCE要站在 行政機關的 主管機關的立場 來引導 不然業者 我說實在 因為業者他 如果沒有壓力 沒有競爭力 他一定會 挑他最有力的方法 而且最審視的方法 最不用麻煩的方法 所以這NCE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主委 好不好 是 我們會盡力的 主委 我再請教你 我們看 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都多次的提到 因為現在 設基地台 大家都民眾沒有喜歡的 所以我們就往工 工部門去做 就想辦法 要在工部門的建築物 來設基地台 那我不知道現在的狀況 我們現在實行的狀況 如果從 今年是104年 103年 跟102年 這樣比較起來 目前的實行的成效如何 我們跟各機關努力的結果 其實會根據業者 請求設置的地點 我們會做會刊 那目前完成的 已經超過80處以上了 那當然這一方面 還要多加把勁 因為 有很多關鍵的地點 比如說在都會區 關鍵的高樓頂 其實是駕駛機台好去處 但是呢 不是這麼容易 我們這一點 確實要努力 好 另外 我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有提到一個 強化兒哨上網安全機制 安全機制 那你們委託民間團體 來成立一個 iWIN的網路內容 防護機構等等 那其中我看到你們提到一個 提升社會大眾 禁用觀念及媒體 素養 我不知道這個是 你們是針對兒童節目的 還是其他的 各位問報告是 這是在那個受委託的法人 所辦理的 其實包含很多家長呢 要了解家中青少年的上網行為 而這個家長本身也要熟悉網路 還有對於所謂的網路成癮的 這樣子一個現象呢 該有什麼樣適當的方式呢 去了解關心介入 然後 我的意思說 因為我看你們103年補助的六件 總經費是四四萬兩千多元 那平均一件大概七萬塊左右 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讓各個團體去辦那個 媒體素養的宣導 大部分是廣播電視業者 那你們在做的具體 雖然是小錢 但我看一看一平均一件大概七八萬塊 是 那到底這樣的研究報告是要做什麼用的 當然你們內容是沒有詳細 但我說一個研究報告就七萬八萬 但我也不是叫你們要花很多錢 我是要問這個內容 他是直接辦面對面的對民眾宣導 怎麼樣辦活動就對了 是 對象是哪些 一般的民眾 主要的內容是要傳達什麼訊息 這個比較細 看哪一位 來你來 各位報告我大概知道內容是 其實就是包含比如說 媒體報導你個人的隱私 這時候你該怎麼處理 等等這所謂的媒體素養 對於媒體的內容怎麼去認識了解 以及參與管理自己的傳播環境 主委 雖然是錢不多 才四四萬多了 但是我看因為六件 所以每一筆錢 我們還是好好的應用它 最後因為事件的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看你報告裡面 4G的整個上網的速率 你們要下半年會委託來做測量 是 我們要測量 那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感謝主委 我們這個3G的上網速度在台東 我們幾例爭取之後 現在整個上網的品質有提升 是 不過還是 因為台東總共3000多平方公里 有些人的居住 人口居住會比較 比較細算 還是有很多地方 比較偏遠的地區 也不算偏遠 就是人口不那麼集中的地區 它上網的速率 還是非常有待改善 這部分我們跟NCC在舉例 我們再來討論 要來改善 是 我們逐點找當地最佳解決方案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劉正航委員的質詢 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